你好 欢迎收看11月28号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台东县政府今年辅导134家在地业者提升英语服务 28号下午举行的寿政典礼 现场黄坚廷表示 目前越来越多国外观光客来到台东 希望能够借由在地商家为县府欢迎国外游客 因此才辅导业者们增加英文的能力 期盼可以营造出国际友善环境 台东在地业职在县府大礼堂上 说着一口流利的英文 为了营造国际友善环境 今年特别辅导了134家在地业者来提升英语能力 在28号下午举行寿政典礼 现场黄坚廷表示 台东目前有许多外国观光客来游玩 不过只能交给在地商家来代表县府来欢迎他们 因此借由英语的辅导 与外国游客能够有友好的交流 国际华是一个process 就是a long process 它需要很多面向很多方面 很长时间的努力 才有办法真正借口一个国际化的程序 我很期待下任的现场 会持续推动国际化的工作 因为这是要不断的需要去推动和累积 我们期待的是国际华来到这里之后 它真的是能够感受到 那个国际友善能量的环境 我知道我们台东的人 台东的业者都很有善 这个我从各种不同的老外的反应告诉我 我已经知道是这样的 可是除了很有善之外 如果也能够简单的讲几句对话 英语的对话或者日语的对话 那还有多好 现在虽然话还不太通 他们都已经觉得你们真的很亲切很友善 如果这样的话能够多少基本的能够讲 那我觉得就可以让台东的形象 对外国人来讲还要在这边 我们的指示路标 我们的各种 这个这个这个 整个环境的借口 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持续在努力推动的 黄建林强调外国游客 其实怕的不是英文不好的服务人员 而是不敢沟通的服务人员 藉由提升英语服务 可以促进台东在国际的能见度 除此之外 县府也设立了多国语言的行销网站 相信在未来台东 离国际幸福城市将会逐步的实践 We speak English We'll come to my home 记者 赛山 坦东市报导